審討時間30分鐘 主席 院長 各位部位的首長 各位委員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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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請務院長 委員長請備詢 謝謝 各位委員 您好 謝謝 委員長您好 是 委員長你是在去年9月7號 就是摸到台灣以後 然後去年 9月7號 9月10號到拆 好 那你上陣那種場景大家都很清楚 在各界發展 一片正義中上台 展開所謂正式的馬虎體制 期待馬虎體制 你正式接掌行政院院長 到今天 3月9號 他們講已經半年了 是 這半年 持平和論可以來檢視 你的施政理念 以及 你的施政績效 以及 你的施政績效 在這裡從三個面向來談 你半年 到最後二五號 你半年的績效到底是怎麼樣 首先在這半年中 第一年我們在這半年中 我們看到 三合一選舉 今年年級三合一選舉 中間1月9號 二二七號 兩次立委 兩次立委不選 但是選舉的結果 我相信你是正式內行人 選舉的結果 絕對和違政者施政績效成正比的 選舉的結果滿將紅 是不是這樣 然後 神經怪罪給陳忠明 沒有下台 事實上 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做得好 我想 國民黨的選舉一定會贏 你做得不好 你選舉一定會大敗 那最近 蘇貞昌 前院長 老百姓的選舉 老百姓的選舉 事實上 展開之後的趨勢 和 非常好市長 差不多勢勢力敵 所以整個台灣政治生態 這樣演變的結果 好 你也有沒有在想想 那我在這半年當中 我當前院長 為了什麼國民黨 失敗致辭 這一點 這是第一點 這個現象 你自己應該 深切地了解 第二個 你覺得你上台的時候 你自己救災行動內閣 當初 馬總統教你 給你三個面向的問題 要你去解決 這是第一個當然是救災 第二個防疫 第三個 就是發展經濟 但在這三個 三大議題上面 你其實認為你的表現都不及格 你救災 然後現在很多上台 還有一半還沒有發出去 防疫的問題 一個防疫的問題 搞全國的恐慌 我想 你剛才都不敢去打疫苗 我剛才有過敏 醫院 證明發明 我想各國的時候 很少去打疫苗 全國恐慌 防疫是看結果的 恐慌是部分人造成的 可是恐慌造成 你政府沒有辦法合理去押制 或者去押制 或者去押平這個恐慌 然後這個恐慌 問力蔓延 這造成你選舉上 也有很大的失敗原因 你不要把很多事情忽視 楊次強在兩個禮拜前 還在六個月 六個月 因為大家不去煮 煮疫苗 兩個禮拜以後 他自然說這個疫苗 這個已經疫情解決了 其管其 我情人朋友有幾個案例 其管其 本身會長蠻嗨的 不承認錯誤 因爲有問題 有副中央政協的 他還不敢去面對 至於經濟方面 我們都很清楚 現在總結 包括事業率 還是一樣 急高不下 好像一直上漲 M型設備 一直一直升化 中國組織還是不斷上升 所以這 從第二點從這幾個 買酒交了點任務 我個人認為你都不幾個 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 委員長 我想 一個比較嚴重 因為警察公 庶民經濟 坦白講 前世的經濟學長 很難找出這個名詞出來 倒是蠻有創意的 但是現在這個庶民經濟 已經被你笑而已 你領導的整個內閣 是你的笑話 不是我的笑話 我都會變秀威 都變秀威 這是一個笑話 你現在民眾都認為 關心庶民 重視庶民 是好的方向啊 怎麼會變秀威呢 你已經讓你這個 庶民經濟法 難難用 你從未難用過 你當前院院長 一直秉實地 當民進代表的個性 不會 常常見空轉動 不是說你是 喊卡的院長 不會 我是喊卡 我沒有任何事的理念 怎麼會喊卡 所以胡適應半年 自己變成一個 一個失敗內閣 坦白講 你的重振力戀 你重振比我早 哪有理由你幫你懂書 國民黨像你這樣 重振力戀這麼完備還是不多 你是國民黨 末代戰將 但今天弄話如此啊 我覺得胡適應 你應該自己好好考慮一下 我能夠想的問題 我能夠想的問題 齁 就是 殖民議員 選舉給個人給大家看得出來 你如果 最後叫我選舉給我 因為我很好 這 我問你什麼問題 老闆 你認為你評德上前做得好嗎 第二 第二 這個問題就是 你的內閣要不要改組 第三個 我最近看 他胡志強在說 五都選舉只要輸了三都的話 馬金 體系就奔盤了 都要下台了 那時候你又要下台 我跟你講 我相信你 你就對自己的政治 未來一定有一些 叫法案間諜的 柯偉 你對政治的話 第一 我這樣說齁 你對選舉 我不要誇獎誰 你對選舉固然很內行 我尊重你的分析 我尊重你的分析 可我對選舉也不外行 在我實際中操盤之下 我對選舉也不外行 所以你剛才對選舉很多觀察 是錯誤的 我這很坦白講 是錯誤的 所以今天我們是論國政 今天我們不要再講說誰對選 選舉不是我 誰對你 你敢說不著我去拍 不是 我可以講 你的觀察是錯的很多 你對的觀察 我想這個 可以經過公平的 你對的觀察 我也要給你誇獎 你其實也看到很多 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我上次講 但是 你說救災 你說是失敗的 你說跟 跟所有人的觀察都相反 你說防疫是失敗的 也跟大家的認知都相反 防疫有沒有失敗 全球所有防疫的工作 我們台灣 疫情的問題 我們台灣 全球最好的幾個國家之一 只不過在你眼中 突然變成失敗的 我非常意外 經濟振興的指標 各項指標裡面向上 我覺得你當局應該比較適合 只有你是看在下面 我認為 你對黨務局比較適合 所以你代表比較適合 你是別極會言 完全沒有實質你的人 柯總知道 你是我眼中的很好的戰將 你稱我末代戰將 我想國民黨的戰將不會有末代 一代比一代戰將 你放心好了 我看不到幾個戰將 所以 做到上面那個還算是 但是我到現在已經不能夠了 您要我分析說這三個面向 時間有限 就餐 有很好的程序 另外可以點出幾個問題 好不好 是 我們都知道 假如談公眾執政史的時候 的時候 隔魁齁 大家都會想到 李國頂 大家都會想到 李國頂現在沒有當過隔魁啊 這 入管裡面 OK 可是 你要當隔魁啊 坦白講是 要有眼見 要宏觀 要施政理念 從事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只會聽說 這部分 你要有政策能力 你要有溝通能力 你要危機處理能力 要有執勤力 執勤力 這是做我 整個政府團隊 做我的殺害 是 今天 我騎在那種一種 他們會說 我說 我真正要的危 因為大家 在政治都沒有那麼久了 都是內行的而已 我看到你們兩個危機 我希望 我真的是 用真誠的話跟你講 這兩個危機 你要必須要很 嚴肅去面對 是 第一個 危機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危機就是在 你的領導同意 能發生問題的 為什麼 我剛才講說 你要做宏雄 要有政策力 要有穏育力 要有宏觀 要有眼見 都要 從昨天楊志良的事情看到 既然 你憑記者怎麼知道 然後你在那邊 因為人被打電話給記者在最愛最性 沒有 你看到我有卡 你看到我有卡 對的樣子嗎 我打電話是算人對嗎 大家有在打電話 又要捏白手 去 沒有啊 我就想你放在車廁裡面 怎麼打開口 我就在會場外的 OK 那個通電話 你等一下隔離 又死一天不知道 那這個無所謂 從楊志良的事情看到 我們看到什麼 實際上說 你今天所有大學對楊志良 你說想要叫他回來 大家都看過 上千上百個政府官 部會所長 一個部會所長像楊志良這個倒是很少 這是你的年老能力有問題 你的過程能力有問題 這個無所謂 可以非常情緒性的隨眾化言 可以罵前民白目 前民女郎 你要去叫媒體罪聲 你要去女孩要靠問題 這種非常情緒性的 而且完全沒有收履性 沒有稅務能力也隔遠 只是在讓人類隔 災難而已 其實這倒是大家沒有收 很多人都在看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從楊志良會出現的時候 我想前中華民國的老百姓 大家會很壓抑 怎麼這麼可能沒中 部長要官爭官威的 部長要處理政策 要有收履率 你說你外國去外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這個部長還可以留 他左右就維持完異 坦白講 我雖然都在野黨 你們繼續留了無所謂 但是呢 我想我們大家都 在這個政策線打混這麼久 我們看到多少個人 民報民黨支持人時政的時候 不適當的個人 我們絕對跟他們講真話 就和娃娃不可以再做下去 所以 我跟你講 這就是你們危機處理人員 民導力發生問題 我看他一直想說 中國科學必須要很洪光私人理念 要有中心思想 不是都維持你的民運導導導個性 你還在討好選民 如果減去降低損害 你的政策應該怎麼走 就應該怎麼走 國家政策是 勇氣是長眼的 要有勇氣 要有肩膀 你當進退司機 念那個法庭 再進一半的法庭 那時候會停 什麼都停 你這個東西 讓人家感覺到 你的高興中間 缺少承擔 你中間缺少 缺少 你說的是推動 不違法政策 建設 事件 沒有人的政策問題 總長 你 永久屋 永久屋 是靠喊咖喊起來的嗎 永久屋 重建的永久屋 喊咖喊起來的嗎 H1N1的防疫 是喊咖的嗎 經濟各項指標向上是喊咖嗎 這就是團隊認真去推動啊 怎麼會沒有執行力呢 你完全齁 這些數據你 不是看今天報紙的分析 對 要這樣走 他大陪你捏一看 可是你對這些事實 你對這些事實 對以後是楊志祥有正面報導 我看到的是很多時間的報導 你是說你在這裡休息啊 你是說你在這裡休息 你都會承認過關 你不怕三大棒給他看就看 我也看到了 這你的評價好啊 我覺得齒平就好 就像你 你剛才所講的都是楊志良主張的 可是我也看到他很多的優點啊 為什麼 你真的有用電視看嗎 有些事實的聲音 你也把它聽聽聽 不會 應該如何來導正你的施政方向 我希望你做各個必須要有重心思想的 要有執行力 真的你要把公開一點 你能整天想出去 你能說自己委屈罪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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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頭提醒自己也好 我會黏住我的思想當中啊 因為 坦白講 這對你也覺得不公平 事實上很多人都認為你是城府很深的人 你應該如果 我沒有什麼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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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為國家做一點大事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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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 要有 窄像 那種 真的 那種宏觀眼鏡 真的能夠 執行政策 能夠 能夠 你昨天在跟楊西洋對話裡面 我聽了以後 我覺得一直搖 非常失望 你跟他說 不要緊再說 那你會有信息三文給 這是什麼話 他說 金普通說 他說 二代健保 他說 二代健保不會過 我說我們有四分之三 如果支持 怎麼會不會過呢 你的施政措施建立在你 四分之三 國會都是報復嗎 我們講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 你用你的國會的內容嘛 你用你的國會的身衫來監獄 你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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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幾年都推播 我說我們講 我們有 政府公眾 可以推得過得 任何一個人 第一次開到你這次的話 我從看到電視跟重播這次的話 我非常感傷 我們的行政院長是這樣的行政院長 他是要靠你國會的孫子山 讓我聯想去 各位 我確信 我確信你應該也不會反對 你應該就是說 你放心 我放心 我們 國會多數值 是一回事 我們總之有政策收入的能力 我們要好好跟 朝鮮共和的溝通 我們讓前民有信心 這才是 你一定會是看不到 你說明星 你說明星 你今天就說 退幾年都沒過 我們有 這麼多的虛勢 你可以推得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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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共和的解決 請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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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或者 qual Guerry 你不要來加拿機 你好為想的我為意你支持 我是認識 じゃない 我們執政過 我當 ön厘黨人總的大 這樣去10年 我知道 謝謝你 幸福得到您支持 二月在健保 我今天今天沒有這點沒辦法接到 現在還說太早 我是說你到底要怎麼做 你拿出來沒有關係 二月端出來沒有關係 你端出來沒有關係 你要面對一切 要去面對 健保的問題 坦白講這裡不可以發太多 是人等 大家企業不改革 大家都認 認為這東西都不足了 所以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才這個問題解決 你沒有辦法接 99年意義算還是凍結 你用中央政府去拼了25億要去補助他 現在還凍結 怎麼解決 100年以後要怎麼弄還不清楚 他分期要付的 他如果不還 不照約定還 怎麼還統籌款扣回 那都沒辦法 他們是交給我方向 那不然怎麼辦 以外你想一想 你知道99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要去質疑這麼25億 要去補治台北市25億 現在是凍結的 你們自己國會事實生還是凍結的 你要清楚這個事情 你看他很簡單的改改 是 你的面對 一定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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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告訴你就是說 大家都來行的 別說大家互相 用陷阱 我覺得很清楚告訴你 我們做政府的人 做葛國的人 乃至於當部長的人 要勇敢誠實面對一切的問題 一定是最重要的 對 不要好好去溝通 是 以前裡面要給他 你知道嗎 因為他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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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4.055 有調整 1994年 調整過一次 裡面讓市長說 那是有構成的 有溝通的 有溝通的 今天大家對於政府的問題 只知道 你和楊志祥之間的戰爭而已 這場景只是要這樣 你和楊志祥之間的戰爭而已 沒有國會溝通 沒有這個說明 沒有人知道這什麼事情 跟大家你們兩個為的就不爽 只會死 連方無人照 這種場景好嗎 這是正面的嗎 絕對不是吧 好不好 那個時候有限好 這是我告訴你的領導為基 謝謝 第二危機比較嚴重 你可能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危機實在是外部性的 不是你能夠擔當的 你能夠解決的 這就是金浦中亂政 造成先陣危機 政策災難 那才 你算了一掉 輸掉 我們叫金浦中最嚴重的秘書長 因為 我們黨秘書長 今天都是他場面 打根部中過癮 他原來遺悟 一人之下 外人之下 那個秘書地下總統 就是阿公的總書記的 他事件已經領 你如果你說你還要立法院八十 大家想說這個比較大 這個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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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像跟外公 我那時候講一句話 我說 國語地下 國語地下 就在那裡 應該改換金浦中的照片 他可以主導地下 這個意思 馬鈴鐺把所伸到地下 已經違憲了 我當地下總召 當到八十三十年 不會аете 其他人 什麼時候通過哪個法案 他不敢 尼泥市 你那時候實在 也沒有很想搞 結果馬鈴鐺 天天都現實 第一原來什麼時候 要完成法案 要通過法案 連綜護衝 也公安法都頒進來 你稍微回應一下 在第一次法通過我上個會期最後一天 最後前兩天的時候 我還跟江部長 念政部長插在哪裡 學商第一次法怎麼弄 江部長還跟我講說 第一次法不急 下會期才好不好 你在休會的時候 當天休會的時候 你說第一次法不急 結果馬英雄跟金普通下令 李指揮馬上變得很急 有些時候就不用操刀 在這也演上一個 總會打架的大戲 馬英雄在國民總統會 跟青山英雄的 歐錦前頭說 一定要復制這樣 國家總統做到如此 一個黨兵書長可以來所申請進去法院 行政院長位置在哪裡 吳院長 我真的很早跟你講一句話 好 你注意聽了 你是一個蕭之中的行政院長 今天我沒有救命救啊 金普通現在發給你去面子 你覺得假 是不是這樣 你說的 這是最大的危機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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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你這段 金普通可以到行政院院這段 我聽你這段 很像奇幻小說 這是現實的 充滿想像 我跟你講 都跟事實不符 都跟事實不符啊 這我親自親過的場景啊 你的場景是幻象喔 他手什麼時候生進來我都沒看到 手什麼時候生進來我都沒看到啊 手沒有生進來不是實體的生進來 你不要再說口味小的 所以 這難道是干政 比如說 你提到說什麼急不急 你那個說法就是跟事實有點差別 跟事實有點差別 這個危機要在事實上你身上 然後你的行政院長即將消失 你以前很少人 比較少一個黨的秘書長 在秘書長執政的時候 沒有一個 黨的秘書長敢這樣 我坦白跟你講 你要建立自己的前規 你是國家法定位置 你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 各位 我依法 我依法 我依法行使我的職權 招呼其行政民主黨 招呼其內政部長 在你行政院裡面開會 你說地主要怎麼幹 這就是實情啊 那個是協調的平台嘛 協調的平台啊 這已經不像話了 所以他 所有報紙都做長 我們當 各位人的立法會來講 私情也有 這是政黨政治的常規嘛 這是政黨政治的常規 沒有預約這個常規啊 他可以 去指揮 他可以 一個人的立法會 這都很清楚 因為我今天搞得一定要做 我今天要去 要怎麼收拔 大家用白罪 這另外一個人都在行啊 什麼人都在行啊 什麼人都在行 你們都在行 就押著行 就搞這一套了 他怎麼可以 國家治理搞成搞這一套來啊 我用嘗試判斷 你也讓我議員沒要嘗試啦 他怎麼是指揮說 誰去打 你也追給你外議員 大家不要定期 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危機是你沒有辦法抗議的 所以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 這個危機是你虛擬的啦 前面那個 我敬請介紹 所以我心裡你繼續沈門下去 說明這個是虛擬的 你認為這是虛擬的 你繼續讓這種狀態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人要倒這麼快 我沒什麼意見 好 謝謝你提醒啊 這個危機你都說了 我都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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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寶 促進祖國統一大眾方針 他們在簽罵罵罵同一都跟他們做一個 當天晚上,買酒跑去 晚上跟他們出名的時候,我不知道,還要去 文山區,有一個說明 這種場景,坦白講,這是隔海燦和 這是演一齣政治大戲,這是讓政治空間協表現到極致 就是,阿公在那邊說,沒有完成主國統一大眾 就罵我們總統,河洛西已經有約 去看演這個戲,談一句話都重要,今天五月一定要簽 做國家致詞 這是你的虛擬 總統,總統宣誓得很清楚,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道路的領導人要講什麼話? 他要講什麼話? 你以為我都要爭執打鼓二、三十年了 照這份敏感的時候,你應該跟馬英九講說 那馬總統的宣誓 你應該要講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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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這個是賴市法委員安排在下去 有一個說明會 然後去出席 你把它做這樣的連結 好,不只要看這麼多 馬英九指定在選民,已經有了 跳地線 我問你一件事情 國家野手 應該 有 思考 國家應該怎麼發展 政策方向 國家野手不是像胡安胡蝶一樣 事實上 來自行政院長也是這樣 不應該去跑 那種 不會不會說脫 應該在國內好好思考 來動 行求國家的施政大增 還可以 你歸為一個行政院長 一定有部分時間 馬英九 你認為馬英九指定 要思考大政方針 但是也有部分要傾聽民眾的聲音 多公公的教授啊 瞭解民情 這很刺激 人家發財水災 總統和他贏 哪一副 才說 兼死 兼死 兼沒 你它已經說 十秒 三十秒 這個東西搞 這麼常情可以看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沒有一個問題 你最 一個國家的行政院長 你叫總統 罵馬總統 是負責國家大政方針 你看到這個 是不是在演 一個兩岸政治大事啊 你認爲買酒跑到第一線去過關這個合理嗎? 那個才叫經濟暴政策了不起,叫他死人的已經共同很大了 總統跑去跟幾個人在那邊談,這是做錯 總統是演給中共惡恨 我不認為這是演給誰看 他是真誠要把遷兩岸經濟協議 替他二不三要的精神跟人民報告說明啊 沒有一個人是這樣做 你是為各個贏有責任 你有義務應該跟他講實情 你不要再提到辯護 你不應該跟他一起起舞 這是國家不信 我也同他會建議 但是我的觀念跟你是有區別的 在中文敏感的日子 晚上又在演這日戲 白天你也不認識 在廢國電腦拍拖開 你能不能打開市場的狀況 所以這個都是有安排的吧 早上我們講話 然後談到報警 你能不能打開市場的狀況 談戀法 然後晚上晚上就跑去 已經有應 你應該知道 你那一講話你還記得吧 你說兩個那個 那個 早期 那個 早期 收獲清單 清單 早收獲清單 對不對 然後說 中共那邊 第一線的談判人員 不體會 沒有體會到 胡影道的善意 我說他有沒有體會到 胡影道的善意 胡影道善意是什麼 胡影道善意是什麼 胡影道善意 你憑阿共的人在台北 跟胡影道善意 他的善意 這就是 不會把 大陸的農產品 再強銷到台灣來 實際有線 實際有線 我跟你講 是 這次最近人家談的浪力 蘇航你講胡影道 非常大默契 每天都沒想到 有熱線在說 你還可以指責說 中共第一線人 不了解胡影道善意 這次我要問你 時間有線 比較重要 你說會不會有一中原則 不會 對 韓國經濟協議 絕不會提任何 什麼 一中原則 因為一中是 一中各表 會不會有九二公司 會不會有九二公司 不會有這些資源 那你說 大陸的農產協會不會進來 將來會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 現在1415下 大陸的農產 不會增加進來 將來會不會有這次條款 什麼時候會有這次條款 什麼時候他進來 我們會堅持有弱智條款 就是當一方 覺得這個協議 應該終止的時候 可以提出 你那個中指 就是弱智 中指的機制 中指條款 中指的機制裡面 中指會不會有賠償條款 不會 還沒有 簽的不是說 你又化條件的 要賠不 但是協議就是 這次的確是 你會不會有賠償條款 你會不會有賠償條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